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本文由公众号曹直原创 成年人的生活里有数不清的脆弱瞬间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 原本出于好心安慰别人 效果却适得其反 明明是想通过安慰让对方情绪好转 最终不自觉的伤害了他人 这些错误的安慰方式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有哪些话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不能说呢 第一 比惨事安慰 你这算什么 我比你更惨 比惨事安慰是生活里最常见的一种安慰误区 失恋了还要打起精神上班 好累 不就失个恋而已吗 有什么累的 哪像我 工作还没着落 一句我比你惨 剥夺了对方宣泄情绪的权利 低估了别人的难过 也夸大了自己的痛苦 似乎只要有了对比 对方的痛苦就变得不值一提 这种比惨的逻辑 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不被理解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 他完全否定了对方情绪合理的地方 还将对话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第二 假装懂得是安慰 有时候安慰者为了表明立场会急于表现出能理解对方 还没有听懂对方的心结就匆匆抛出自己的安慰 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 心智状态 价值标准都不同 彼时彼刻 你不是他 未曾设身经历 又怎能轻易的证明对方的感受呢 过早脱口而出的我懂 看起来是听懂了对方的倾诉 其实只是条件反射的输出同情 这样的安慰就像素食食品 轻而易得 但很难真正抚慰一颗渴望温暖的心 在心理学家 Carl Ransom Rogers的心理咨询记录中 最常见的回应就是 嗯 这意味着 多数时间里 他总是在认真听对方说话 懂得倾听 很多时候会比说更重要 面对一颗不停吐露悲伤的心 不要着急评论 耐心倾听才是治愈伤口的良药 第三 居高临下式安慰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一个人向你倾诉痛苦 这意味着他主动做出了示弱的姿态 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暴露给你 此时最残忍的话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你要坚强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并不算难 是你自己不够强 当一个人已经身陷痛苦的时候 如果连持有痛感都被视为太脆弱 无疑是一种二次伤害 这样的安慰 其实是在否定他人痛苦的合理性 轻视他人的感受 而对于一个需要安慰的人来说 态度远比事实更重要 他们最不想听的就是大道理 那究竟什么样的安慰才是恰到好处呢 简单来说有四个步骤 第一 倾听 失忆的人 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情绪树洞 而不是一个什么都懂的人生导师 二 陪伴 很多事情只要说出来 伤口就已经好了一半 安慰并不总是需要言语 当他还没有走出情绪漩涡的时候 无声甚有声 一个默默陪伴他的身影就足够了 第三 接纳 接纳是需要同理心的 知道他的难过 并理解这件事对于他来说 是有多么的重大 让他知道你的情感天险 正在努力的跟他产生共鸣 第四 行动 说一千句不如实际去做一次 安慰一个人的最后一步 就是通过实际行动 替他分忧解难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我们明天见